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電磺洛克 於1992年問世 以各種爆頭、斷肢等血腥鏡頭 擄獲電玩名喜愛的暴力格鬥遊戲《真人快達》 帶著光明99多年的人氣角色 重新登上大螢幕 還記得小時候第一次接觸真人快達的震撼體驗嗎? 血腥長暴的KO畫面 過了30年能讓玩家印象深刻 記得我第一次看到遊戲畫面 是在SEGA的小GG上面 雖然當年的遊戲打擊感並不佳 但獨特的招牌必殺技 可以讓對手血肉黃飛 還在獨小學的我立馬為止震撼 不同於點陣式2D的格鬥人物 以獨特的美式畫風 加上東方背景的角色人物 例如空老、流康 這種有著美式中文的角色名稱 成為遊戲的一大賣點 不同於當年主流的認識格鬥遊戲 後來獨自開創出屬於自己的V4風格 至今本傳已經在PS4、Switch上面出到第11代 加上遊戲外傳發售在多種平台 與各種動畫影集 真人快達的版圖已經橫跨全球 如果你也曾玩過這款熱血的限制級遊戲 那麼絕對不可以錯過那些著名的人氣角色 趕快按下訂閱點讚後 一起來看看吧 真人快達的英文名為Murro Combat 因為廠商為了特寫遊戲的特色 強調血腥暴力的角色可以在戰勝後殺人 所以將戰鬥Combat中的英文字母C字改為K字 K字是代表Q、殺戮的意思 遊戲們統稱為MK系列 後來我們在第四台看到的電影 又翻譯為魔攻帝國 這遊戲廠商Midway1992年首次發表後 並受到好評 作品最重要的賣點就是血腥的效果 以真實人物作為格鬥角色出場 並把他們的東方名稱直接口譯成英文 雖然在推出初期並不被看好 但是發表後便引起各界話題 當時因為遊戲有過多的血腥鏡頭 爆頭、斷肢等畫面 而被列為限制起遊戲 不過小麥店裡並不會限制最大客員的學生 所以當然這款遊戲還是會在校園裡流傳 加上電玩雜誌大邊斧進行了報導 於是真人快達便逐漸有了一席之地 劇情大概是講述遊戲的世界分為多個不同的維度 極度侵略性的外部世界 不斷的威脅著其他維度 當中包括我們的世界、地球界 而在天堂中有許多眾神長老 他們用無盡的智慧和力量 永遠的統治著這個世界 但外部世界裡的邪惡增補者 不斷強大後威脅到天神 於是天神就制定了一套維持秩序的計劃 名為真人快達大賽 全世界的格鬥家或戰士 將全部集結進行初始格鬥 如果來自意識源的侵略者 能夠纏連十屆冠軍 那麼外世界將可以入侵地球 並為所欲為 於是地球界集結了各地武術高手 對抗游泳邪惡法術的外世界 當中包括了精通少年武術的武生 冷術高超的日本人者 吸取靈魂的邪惡無私 這些人氣角色到現在 仍然活躍在螢幕面前 絕對零度 絕對零度其實是一個武士稱號 繼承該稱號的著名角色 其實有兩位 分別為奎良和碧寒 在中國東北部 有一個具有數百年歷史 且顯為人質的暗殺組織靈鬼 他們自出生時就被選中 並接受眼鬼的特殊訓練 暗殺技能也被代代相傳 並通過世襲不斷提高 名為絕對零度的靈鬼武士 第四代傳人將高超武士傳給了兩個兒子 雖然他們受訓於中國古代組織靈鬼 但控制兵的能力 則來自於他們的祖先 在伊甸界這個領域使用兵能力的種族 各個碧寒繼承了絕對零度這個名字 在真人快打1首次出現 而當碧寒被摩蝦殺死後 改由弟弟奎良 在真人快打2繼承稱號與撫抓 初期能夠發射出凍結敵人的函冰波 演變成利用函冰製成的利劍 終結敵人 也能夠將敵人的瘴氣一瞬間冰凍 再用來自殺對手 摩蝦 摩蝦本名叫做波走之伴杖 是日本忍者派系白井流的成員 以絕對零度有著長不斷的生死敵仇 被地下界反派拳吃給設計 當跑去少年市偷取地圖時 被第一代絕對零度碧寒殺害 接著拳吃又屠殺伴杖的佳蕾 為了贖罪而誓言保護第二代絕對零度虧良 更發誓要讓拳吃付出代價 從而成為保護地球界的一方 是真人快打中最具代表性的反英雄 與純粹善良的好人和邪惡的壞人相比 摩蝦自有一股獨特的道德意念 與絕對零度同樣有著忍者造型 註明比賽季能夠發射出忍者武器鎖鏈 刺中對手喉嚨借此拉進氣 以游下往上的勾拳擊飛敵人 劉康 自幼父母雙盲的劉康被少林武僧收養 因而學習到強大的武術技巧 藉此成為一名強大的白蓮教戰士 這也引起地球天神之一的雷電助益 劉康因此成為保護地球的最強格鬥家 他的正直、英勇和強大的氣場 往往讓真人快打的惡人們感到害怕 由於真人快打兼的正邪對抗 如果要說哪一位是主角 那麼非代表正義的劉康莫屬 劉康出登場的形象借牽了李小龍的造型 是赤裸的上半身 穿著黑色褲子和白色運動學的中國男子 劉康的能力通常與火焰的元素相關 普通必殺技為發出火焰球的攻擊手段 進化為終結技 能夠將火焰變形為龍的姿態 更是對手 空老 空老與劉康一樣 都是大空老這個戰士的後代祖孫 也是白蓮教的成員之一 空老站在他的祖先 偉大空老的陰影之下 但是他與偉大空老不同 他不希望成為冠軍 而是希望過著和平的生活 擅長少林、詠春、螳螂拳等拳法之外 最大的特色就是將帽子邊緣當作是剃刀 成為非空武器將敵人腰斬 雷電 雷電是真人快打世界觀中 操控閃電的神 將保護地球當作自己的重責大任 也相當於空老、劉康的導師和父親 在原始時間手被燒康殺死之後 將記憶傳送給過去的自己 使得歷史改變而誕生出新的時間軸 雷電的主要裝扮為朵力帽和白藍鄉間的生女服 作為雷霆之神他可以發出閃電 閃電可以作為普通攻擊、飛行武器或是防禦等 可以操縱對手行動 也可以設下閃電魚作為陷阱 這一能力可以讓他在不用接近對手也能夠發動攻擊 上宗 上宗是大反派邵康的手下 是非常強大的黑暗法師 能夠自在地在不同維度的世界穿梭 而不被各界守護城發現 如此的能力在過去幾個世紀犯下很多暴行 會使用邪術吸收靈魂讓自己長生不老 也能用同樣的邪術變成他爛外貌 甚至戒指複製對手燒飾 登場時是個白髮毒底 銷售衰弱的老人 身著藍黃色的長袍 漂浮著戰鬥 在真人快打一中就是最終的仇物 邵康 邵康是真人快打系列中最有名的反派 整個世界觀中最有名的征服者暴君 想要控制所有的維度 後來被劉康擊倒 戒指刺激復仇不斷復出 在原始時間手殺死雷電後 成為最終勝利者 但沒想到時間走卻被改寫 拳癡 拳癡 拳癡是真人快打世界裡的主要反派之一 通過不斷的結盟、背叛和操控 引起了一系列的事件 它有著複雜的心機 比起使用蠻力 更喜歡策劃一系列的陰謀來達到手段 包括造成絕對零度和摩歇的死亡 也讓他們為自己執行任務 拳癡外貌也是高大強壯的男人形象 半白的膚色、膚頭、眼眶四周 有延伸至腦袋上的黑暗印記 拳癡擁有強大的巫術 諸羽根上宗、紹康等強大的巫師媲美 它精通死靈術 能夠使死者不活 稱為幽靈或亡魂 包括毒蝎和劉康、吉塔納等 它也可以改變惡魔或屍體的面貌 讓他們具備人形 拳癡自身也可以變為其他人的樣貌 並模仿他人的能力 它正是靠著這一個能力 假冒絕對靈地 殺死了白警員、成員和摩歇 而在4月8號上映的真人快打電影 是經典電影《魔攻帝國》的重啟之作 雖然這部25年前的電影風潮不佳 但經過第四台不斷的播放 大家對於魔攻帝國也相當熟悉 而以目前電影科技重新打造的真人快打 從預告片看到的經典人物 以及他們手中的必殺技 相信整部電影都有相當高的還原度 如果你也曾在遊戲期間 享受血腥暴力的格鬥快打 那麼真人快打的火焰電影 絕對是你2021年不可破削的超級爽電影 感謝您看到最後的1分1秒 趕快再按下訂閱和點贊吧 下期將介紹打破職業平衡 橫空俗石的黑暗妖精 有著雙倍攻擊力的爪寒暴擊 與極高的迴避率 成為當時打架練功的新霸主 ARO UBlack 帝 冷靜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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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